耗资500亿连接深圳和中山的深中通道正式贯通了 从珠江上空俯瞰 深圳中山之间一个A字形内弯进入眼帘 就在这内弯的中心位置 一条蜿蜒的巨龙正缓缓醒来 那就是耗资500亿修建的深中通道 16年到23年7年的时间 沟通越东和越西的超级海中大桥终于要通车了 深中通道全长24千米 是一座桥、岛、碎、水下互通的超级机群工程 不仅有世界上最大跨境 全离岸海中悬锁桥、林丁阳大桥 还有让世界惊叹得世界最长最宽的 钢壳混凝土深管隧道 深中通道在整个设计上也是非常的大胆和新颖 采用东碎西桥的设计 也就意味着 当你开车上的深中通道 就开始了上九天下午阳的神奇之旅 说起越港澳大湾区的交通 绝对称得上是四通八达 其中跨海跨江大桥四座 高速公路的长路更是累计4894公里 还有五座国际机场 这么便捷的交通现状 难道还不够吗 为什么要海洋池巨资修建深中通道呢 以往深圳和中山隔着珠三角 虽然可以隔海相望 可是想过到对面 却需要绕路虎门大桥 每次车程必不少于两小时 本着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原则 一座超级海上工程 深中通道出事了 建成后 深中通行时间有两个小时 缩短至30分钟 每公里造价20亿的深中通道 是如何建设的呢 深中通道跨个海 又是建桥 又是建岛 又是挖隧道的 在全世界也没有第二家了 咱们就先来说说桥 为了适应广州港出海 主航道通航近宽1520米 桥梁设计师将双塔旋锁桥 林定遥大桥的主跨 拉到了1666米 世界上最大跨境 全离岸海中旋锁桥的称号 直接到手 除了宽度上的考虑 通航近空也是必须要注意的 因为 林定遥大桥区域拥有大型的集装箱货运港口 每天上千艘货船通行 最终确定 林定遥大桥的桥面距离水面91米 通航近空76米 世界通航近空最高的海中大桥 横空出世 又宽又高又在海面上 这能稳固吗 要想抵御一年超200天的六级台风 和超强台风 我国的专家们 有什么绝技呢 绝技有三 其一是那海底的定海神矛 东西够一个 那家伙一个就上百吨重 就是为了承载桥的通行重量 和增强它的稳定性 其二 就是两条长三公里的竹篮 像两个长长的手臂紧紧拉住桥的主体 不就是个竹篮能多有力呢 你还别小看 一根竹篮的拉力就超过十万吨 使劲劲儿 拉动两个大型航母 说不定也是可能的 第三个绝技 控制风的走向 采用新型组合气动控制技术 相顶放置1.2米高的中央稳定板 在侧面配合使用水平导流板 和高速透风杆等 减少了对桥梁的强烈冲击 经测试 该防风措施 最高可以抵御17级台风 深中通道亮眼的可布置这一处 居然还会隐藏款海底长城 我们一起看看中国基建为啥这么牛 8万吨的海底隧道城管 是如何放到海底有拼接栽起的呢 6.8千米的城管隧道 采用了比港珠更宽的双向八车道 这样一来 城管尺寸变大 自重和受力面积也增加了 隧道很容易发生弯曲变形 工程师们最终决定 海底隧道采用的 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新型结构 这种技术在全世界 都未被大规模推广使用 可以说咱是摸石头过河了 整个隧道由32个管节 和一个最终接头组成 每一个管节都得在水下 实现毫米级对接 为了超强贺载和增强防水能力 每一个管节的制作 需要1万多吨钢材 最重的居然达到了8万吨 单个管节在地面制作完成之后 要被运到海下30米以下的 深海软土层进行安装 安装之前 向我国自主研发的 城管隧道基草碎石整平船 金平2将城管的加给铺平 整个平整度误差上下 不超过4厘米 然后就由城管浮运安装 一体船 一行金安一将管节 分别放入水中 进行对接安装完成 利用北斗卫星信号 实时计算城管三维动态 最终让城管实现 毫米级对接 海底隧道成型 和海底隧道相连的 还有一个形似风筝的西人公岛 面积13.7万平方米 相当于19个标准足球场 整个岛屿从无到有 仅仅花了4个月时间 这可能就是中国速度 西人公岛在其中 采用12锤联动锤组技术 将57个直径28米 重600多吨的 钢圆筒直直地打进海底 整个偏离误差 竟然不超过150毫米 深中通道的建设高光 绝对不止这些 中国基建的成长速度 快得让外国人 只能望其向背 相信 未来中国 会有更多让世界称赞的 超级工程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